空军一架幻象晚间传出失事交给记者刘婷婷 缺席的位置是位于新竹外海的位置 可以看到这个缺席位置是在新竹港南里的西南方16.7海里处 我们目前最新掌握到的是这名飞观飞行员 他有顺利的跳伞 这名飞行员名字叫做谢佩虚 他今天所驾驶的战机是幻象2000的2047号的战机 他已经实施了跳伞 但是目前空军也说人员状况不明 目前正在尽力的来进行搜救 目前出动的搜救的兵力 包括从国防部这里搜救机从大一基地 就已经赶紧的前往去救援了 包括像是空军救护队已经出动了S拐动机 还有EC-225 另外海巡也派出了一艘的舰艇 还有两艘的快艇赶紧赴到现场来进行搜救 而国搜中心也随即派出了空勤总队的AS-365的直升机 同样的前往到出世的海域来进行救援 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跟着时间赛 我们知道目前时间已经非常的晚了 在这个夜色纯木地位的状况之下 当然要在大好捞转的部分是蛮不容易的 可是我们已经掌握到了飞行员 确实是已经顺利的跳伞逃生了 那我们知道其实如果顺利跳伞逃生的话 它身上包括像是相关的跳伞装备 还有包括身上所有的搜救装备 预计是可以来提供搜救队有些缺随的位置 但是当然我们现在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把握时间 来赶快跟时间赛跑顺利的把这名飞行员救回来 那至于为何这个幻想战机会出事呢 当然目前到底是人为 或者是因为机械故障的原因 恐怕之下下来也是要靠着空军这里来打楼战机之后呢 来找巡上面相关一些资料仪器之后才可以推估 不过我们了解呢 这个谢佩薰的这名飞行员 他是105年班的 那据悉呢 他进行五边IOS进场发动机的这个冲击的时候呢 那是没有想到呢 这个动力突然的消失 那究竟是什么缺陷原因呢 目前在未来还要进行进入的调查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把人救回来 而目前这个搜救工作还在持续当中 有任何经营搜集GPS为您随时查过找播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先我一开始现在关注的是 北检追查金华城的可疑金流 首度提讯科文哲 而征讯时间两个小时才结束 恐怕是因为检方力拼 两个月内要查出关键证据 揭开小省1500省庆经的内幕 涉嫌图立罪被收押的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这已经是他在押的第六天 与其他被告一同走下囚车 来到台北地检署 而这也是他收押后 首度遭到北检提讯 听到问话柯文哲没有回头 眼神直视前方 北检这回把他找来 恐怕就是要好好查清楚 精华城案的可疑金流 而柯P委任的A级律师团 三名大咖律师也陆续抵达北检 三名律师闭口不答 北检这回不排除 就是要从关键的USB下手 因为柯文哲一直都有 随身携带USB的习惯 检联单位这回 从他的住家找到的USB当中 就有一个工作部记载 2022年11月1号1500省庆经 这个1500一度传出 是不是指下午三点 但回顾柯P当天行程 下午两点到四点 分别在台北市大同区 还有中正区拜会里长 根本没有看到审庆经的身影 这个1500是指什么 彭震生曾提过抗告 被高院驳回 认为他没有到达重病程度 这回他上午九点多抵达北检 征讯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 柯文哲下午一点多也来了 北检同一天接力征讯 似乎就是想力拼两个月内 查出关键证据 除此之外 北检在下午也月谈一名 前都更处原姓副总工程司 和积押中的吴顺明 曾是同事 以证人的身份协助厘清案情 副讯两小时后请回 如今传出柯文哲和彭震生说好 又把容积率放宽的锅 甩给都委会 表面上踩共视觉 其实主席说了算 在柯彭两人提讯的同一天 他被找来也许掌握了重要阵器 体育员讯综合报道 我们看到柯文哲 这回首都招北检提讯 他身穿台北看守所的 制服黄色Polo衫现身 由于看守所禁止金属框的眼镜 他也配合换上黑色胶框 虽然身形没有明显的销售 但比起当初开生涯亭 柯P在收押六天后 首度露面相当沉默 柯文哲首都被提讯 这也是他收押之后第一次踏出台北看守所 走在其他名被告后方 柯文哲脸上戴着口罩一度面对镜头 却没有任何表情 双手因为上铐紧握在一起 两秒钟之后才撇过头 跟着队伍静静地在法警陪同之下 进入了北检 对比这个月五号二战家庭被裁定收押 穿着外套的他 双手上靠一度回头看了一眼 最后人默默走上球车 仔细观察 柯P上回现身 白衬衫 西装裤 如今穿的是黄色Polo衫 这是台北看守所的制服 这六天似乎没有销售太多 但看看他的眼镜似乎有点不同 原来看守所不能有金属框的眼镜 他也高高配合换上了胶框眼镜 这回他与彭震生是搭了不同的球车 来到北检 柯文哲接受真讯大约两个小时才结束 傍晚五点多上球车回去台北看守所 再看看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接受提讯时 前面七名被告都陆续下车了 彭震生人呢 相隔大约15秒钟才缓缓现身 难道是不想被捕捉狼狈的身影吗 更离奇的是真讯不到一个小时 他又出现 直到中午才与其他人搭球车离开 北检解释 被告上下球车的顺序 是由法警安排 不得要求谁先谁后 另外看守所也会发口罩自由佩戴 如果想要用衣物盖住手铐 也会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是不是有交换下属快就好 金华城案五名在押被告 四个人提抗告被驳回 只有柯文哲不抗告 声明不愿意让法院为难 但他是沉默配合还是另有谋算 侦查期间一切尽在不言中 TVB的新闻最后报道 名人收押上铐上球车 狼狈的样子当然都不想被看见 不过前桃园市长郑文灿 却只被拍下球车前往桃园监狱 反观柯文哲在台北递检 双手被上铐的模样 却被拍得清清楚楚 甚至一度遭收押的林秉书 走在新北地缘公共道路 都能一路被公拍 差别在哪里 一起来看看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 穿着蓝色的西装 走进法院当庭裁定收押 却看不见他上球车 只能拍到球车前往桃园监狱 同样曾一度涉嫌伤害等13项罪行 遭到收押的前立法委员高家瑜 前男友李秉书 却在前往新北地方法院开庭的路上 在镜头前侃侃而谈 像在开澄清大会 又道歉又祝福 你为什么话想说高家瑜是多少 不用 我应该很開心 为什么你觉得高家瑜会很开心 为什么有这差别 关键在于建筑物大不同 新北地检署从地检到地院 美内部通道 被告开完家庭 就一定得走过公共道路 法官裁定收押后 被告会被双手上号 再由法警护送至地检 接着再上球车离开 而桃园地检署是新建筑 郑文灿遭到收押后 直接由法警带往地下室上球车离开 台北地检署球车到则是对外容易拍到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就被拍下 双手上铐上球车 名人双手上铐不想被拍 负责承办地检署在哪里成为一大关键 TVBS新闻吴军委王无声综合报道 另外周刊报道 检调查科威京集团的账策 其中有一份主席 沈庆金论功行赏的名单 编列4.3亿元的公关费用 传出前台北市长黄大洲 也赫然入列支领200万 绿营水控黄大洲 也曾支持监委提出 560%的容积率报告 又是相用又是相送 2019年金华城席议事上 前台北市长黄大洲 和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这好交情众所皆知 三年不到2022年10月19日 金华园区进行动土仪式 旁边站的就是柯文哲 前一天北市府合法建造 容积率840% 只是周刊现在爆料 检调取得威京政策 当年共编两次总和 约4.3亿的公关费用 并称黄大洲和金华城 董事长陈玉坤 都个别支领200万 威京集团协理 宋昆仁450万元 时间点的巧合 被怀疑是论功行赏 平面媒体致电黄大洲 她说耳朵不好随即挂断 她的夫人林文英 则博士说 200万不可能 我们从来不拿这些 乱七八糟的钱 黄大洲前市长 在这个监委的调查报告 也是支持560 而也被发现说 也到沈庆金相关的基金会 去担任董事 媒体人周玉寇 则指使黄大洲当市长时 曾驻申庆金一臂之力 申1987年用13亿元 买了元唐融铁工厂基地 就是现在的金华城土地 属于第三种工业用地 融击率300% 1991年黄大洲允许 变更为商三用地 融击率560% 但条件是捐赠基地面积 30%作为公园 也就是师府核定的392% 这个无可厚非 我不知道说 这么清楚的一份会议记录 为什么后来 这个金华城还可以一直录 然后甚至监委在调查的时候 不去看这个白子黑字的公文记录 金华城曾成功转型 为亲子商城 最后仍没落 神信心不断奔走 判增加融击率 不过从别马好到科的第一任期 都不承认 商三融击率560% 至于后续的峰回路转 有无打点 靠赏后屑 就待水落石出 TVB的新闻 董欧君 刘婷婷 他不懂 柯文哲目前被羁押当中 不过民进党籍的前议员 王浩宇 评评点名说 柯文哲的儿子 在柯文哲被羁押之后 脸书还晒出吃大餐的照片 质疑相当不妥 不过多位民进党立委 是提柯文哲的儿子缓夹 要外界 别猎物 7号中午 柯文哲儿子脸书 晒出多张汉堡店的食物罩 主食 甜点 饮料好丰盛 柯富瑶说 这是先前在日本念书时去的 2017年 时任美国总统的川普也来过 但这时间 是柯文哲被羁押的第三天 还有这肥嫩牛排 跟经典配菜 来自美国纽约的知名牛排馆 开业至今近百年 一样是刚从美国回台的旧照回顾 只是颇文的这一天 柯文哲人羁押近见钟 看起来家中变故 为影响柯富瑶的生活 只是前议员汪浩宇很有意见 不只质疑柯富瑶不像成学生 还说这时间点跑去美国玩 很乖 我认为柯文哲家人日子还是要过 我们不要过度猎物 每个人遇到压力的时候 都有不同的应对方式 那也许柯文哲的儿子 他遇到这么大的压力 他需要哪一件事情来把他的压力分散出去 不停自家人王浩宇 民进党立委一片岛深远柯富瑶 但相照民进党态度 民众党反而很低调 像这样子测意识的言论跟攻击 我想我们就不予回应了 而在搜寻柯富瑶脸书也已经关闭 只剩几张跟妈妈合照 但说到柯文哲涉探案 天天都有非柯本人的新爆料 日前徐巧欣一句检调约谈猪雅虎是找错人 许淑华随即质疑有问题 更重提徐巧欣2021年曾买下 金华城附近的一间中古屋 他不能说他买一千八百万 然后卖十千万吧 那这不是跟投资客一样吗 不过徐淑华的指控 徐巧欣不接受 强调选区买房是自主 还喊话自己很清白 因为若有问题 北检早传他去问话了 TVB的新闻李国正邱宛柔 特别报道 柯文哲今华城案 各方消息满天飞 也引发外界质疑北检泄密 他被递检署就主动分他自案侦办 却被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开栓 详细荣教育资论记者邱宛柔 北检在侦办柯文哲案的时候 频频被指控说 已经违反了侦查不公开的原则 但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情呢 尤其检联搜索至今 我们可以看到各方消息是满天飞 最近更惊人的 就是有这个周刊电子媒体报道说 有一个省庆金1500的这个东西 1500到底是1500万 还是下午三点钟呢 也引发了外界质疑说 这个北检是否有泄密 现在呢北检今天呢 是主动要来分他自案来侦办了 不过呢这个民众党的立委 黄国昌文言呢就说 这根本就是在打假球 因为他自己在直播的时候 讲得非常的清楚 不过就是北检做错动作 也哪有人自己查自己呢 毫无期待可能性 在上个会期的时候 已经在司法法治委员会 已经做出司案官质询了 那特别也点出了 这个检查总长刑泰招 在面对他的质询的时候呢 就曾经说过呢 痛心疾首 但是呢 现在痛心疾首 半年痛完了吗 其实你还是若无其事的 毫无作为 金华城容积率的放宽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先前说自己完全不知道 不过今天呢 有周刊爆料 指出柯文哲 不仅曾在今年初 要求前副市长彭震生 重新审视金华城案 甚至在放行 微经集团之前 还曾经下条子 交半彭震生 怎么做都行 只要快就好 打开电脑就拿出USB插车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这习惯早就养成 不料却成被积压的铁证 但调查中的案子 消息到底是怎么泄露的 北检终于调查了 做动作 打假球 在随便乱放话的人 都已经明确的讲 他的消息来源是北检 北检要自己查自己吗 对北检 已丝毫没有信任可言 毕竟周刊爆料 每天更新一遍 如今就有消息指出 在金华城案容积率放行之前 柯文哲曾对时任 副市长彭震生 下条子交半 怎么做都行 只要快就好 事后金华城子公司 顶月寄来诚情信 柯文哲也亲笔拼式公文往返 已花两个月 不如大家当面确认 就是你非常清楚的 知道他的进度 你讲到竞速协助 然后积极 他第二次的才是讲 竞速积极协助 大家要知道 这在市长来说 是三个非常强力的要求了 今后柯文哲 自始至终都知情 据其检方也掌握证据 在今年初 监察院要纠正金华城案时 柯文哲就要求彭震生 重新审视此案 后来彭震生也回复收到 并表示自己 全部听了一遍 都发局跟申请单位 都有详细答复 内容好像比纠正文更为真实 而柯文哲也说 既然是共事局 那就这样解释 这就很明显的两者 是不是在讨论说 这件事情 我们就要推给了 都市计划委员会 让都委会来扛这个 所有的责任 没有变成被证实过的事情 拿来攻审 柯文哲 台湾现在最严重的事情 是什么 是不是 司法跟媒体 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毕竟就算讲的 再具体 各种消息 只要不具名 在自家人眼里 都不可信 好 继续再来看的是 柯文哲委任律师 不再抗告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游淑慧就点出 不提抗告的两个原因 再请婉柔告诉我 可以看到民众党党主席 柯文哲是现在 涉入了金华城 弊案被检方裁定 积压境界的 不过在今天赛午 北检是提讯他 要来查金流 而且我们也知道 柯文哲还是有一个 抗告的机会 但就在昨天他放弃了 为什么放弃呢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 他自己分析了两个论点 第一个 有没有可能是怕 这个抗告被驳回呢 但游淑慧自己也说 柯文哲律师 他的声明就说 上次的裁定 其实有非常多的瑕疵 这些都是可以成为 抗告理由的 但现在不提 他觉得蛮奇怪的 另外一个 有没有可能要把柯文哲 塑造成一个训道者呢 因为现在传出 民众党的内部 不要柯文哲走出台北看守所 希望可以继续延续 这个小草 也就是民众的群众力量的 但游淑慧自己也认为了 民众党诉诸呢 这政治群众的手段 柯文哲不相信 高原地缘裁定 但是最终这个司法 还是要回归到法官身上的 难道还是不相信 每个法官吗 尤其现在柯文哲 不愿意交保 但是呢 又不能像上次一样 再次的无保请回 等于只给法官一条路 根本不给任何的裁量权 还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拿起手机 扫描旁边的QR Code 加入TVBS新闻app 更多的及时信息 带你一手掌握 现在柯文哲身陷弊案 国民党针对 要不要挺柯文哲一事 也传出分析 虽然有部分立委替柯文哲发声 可是另外一派台北市议员 主张调查到底 呼吁国民党别跟柯文哲走得太近 大大比赞 蓝白立委一字排开 乘开议前 讨论外送平台并购案 即使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遭羁押境界 似乎不影响蓝白立委合作默契 该做的礼述丝毫没少 立委即将进入预算会期 白银掌握关键八席 但柯文哲深陷争议 外界关注蓝白盒 会不会有变数 为国家做事情 为人民做事情 都没有什么颜色之分 民众的权益不要再政治化 民众权益白第一 对此蓝白一致口径 但到底要不要挺抠到底 蓝营内部有杂音 党主席朱立伦和部分立委 声援力挺 但仁勇蓝营议员 喊话彻查到底 主张国民党不该和柯文哲走太近 我们不主张蓝白盒 主张蓝黄盒 黄乃黄国昌 因为这整个金流一直出来 柯文哲处境越来越艰难 柯文哲民调越来越低 钟小平抛出蓝黄盒 大力切割柯文哲 或许就怕这弊案一查 2026选举受蓝白盒影响 他们挺民众党 但是不挺柯文哲 我觉得他们未来的策略会是这样 所以我才说 未来不是跟柯盒 而是跟黄国昌盒 随柯文哲被羁压蓝营内部挺柯 反柯两派动向 静待观察 TVB的新闻 宁又沉串 台北传报道 而民众狼立员党团主任陈志涵 翻出了去年自家新竹市议员 直询要说图利 前市长林志坚 任内推动的马街儿童医院 也算 因为马街医院的容积率 从250% 暴增到450% 而且连当时的内政部次长 都认为明显图利 不过林志坚也反驳 2022年新竹马街儿童医院 开幕总统清零 毕竟这医院是林志坚的一大政绩 但就在柯文哲 深陷金华城图利案之际 陈志涵翻出去年自家议员直询 指该院容积率 从250%暴增到450% 比金华城的506%到672%的比例还高 连当时的内政部花竞群次长 也认为明显图利 搜出2019年的关键英党 民众党称该会议结束三个多月后 花竞群态度大转弯 2022年提出检举 检方更是没下文 求证花竞群占无回应 不过前市长林志坚反驳 本案容积率调整合法合规 以为请律师搜集相关市政 将采取必要法律行动 令最高行政法院 也已做出111年度上次第372号判决 请有心人士停止造谣抹黑 地方党部脸书也痛批陈志涵造谣 当初要提高容积的最重要的考量 就是为了要将妇产科 一同纳入儿童医院的规划 陈志涵的指控 却让不少人冲到他脸书留言 儿童医院跟金华城怎能相提并论 更反问答儿童医院 新竹扫孩是有得罪你吗 令也有人提醒 问题是金华城不是670% 而是840% 要替自家主席辩驳陈志涵放大绝 7B7的新闻 李国健气宽柔他也报道 是否有变数民众党谈总造 黄国昌要国民党听清楚 我也要提醒一下 一样是在野的中国国民党 已经承诺过要合作推动的改革法案 要继续做改革 就完整的 不要打假球 要国民党别打假球 用字前词这么重 全因上个会期本谈好的 吹哨哲保护法 之间躺在委员会里头 有大金控的老板在阻挡这个法案 我心里很清楚 但讲好了就讲好了 我这个会期过吹哨哲保护法 金控老板介入 我不知道这个的说法依据是什么 那如果社会上面道听途说 我倒觉得不用太去在意 可主席遇到很多事情 也一大堆都是社会上面的传言 被爆金控老板介入其中 蓝营立委反驳 道听途说 单纯是权衡因素比较多 希望让吹哨哲保护法通过 可司部门的部分 你还必须要去衡量到 目前的社会状况 经济情况 好比之前举办修法公厅会 企业界圣货法界都提出不同见解 然洪国昌之所以担心修法无疾而终 也是因为过去经验惨痛 那有听过所谓金控老板介入吗 完全没有听过这个事实 我们也希望各党团都有一致的共识 吹哨哲保护法一定要让他在这个会去通过 哪天才能播云见日 来应重生 有共识任谁都不能阻止 TVBS线自动学会台北欧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